第151集 围观人群一阵哗然 李府的规矩好大 别的不说 不论哪家 发现下人抽头索要回扣 都是要严惩的 但是跪地势众三日这招 为师恨 别的人家打的是板子 李府这是不仅要打板子 还要打脸 这样一来 大家都知道冯婶的德行 以后还有谁敢要这样的下人 姚妈妈面对冯婶的哀求 嘴角牵出一丝讥讽 哼 你是一时鬼迷心窍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鬼迷心窍 可不止这一回了 说 你又收了大夫人多少好处 在背地里编派二少奶奶 冯婶正了正 又哭嚷起来 姚妈妈 这可真是冤枉奴婢了 就算借奴婢十个胆 奴婢也不敢编派二少奶奶呀 大家心里疑了一声 刚才还说的眉飞色舞的 这一转脸就否认了 你以为我耳朵聋了吗 刚才是谁说 二少奶奶图谋遗产来着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就没人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若自己老老实实交代 二少奶奶心许 还能放你一马 若等我拿到十句 后果你自己去想 姚妈妈威吓道 于妈妈道 二少奶奶是什么人 那是满京城有名的大善人 活菩萨 试医试药 一次一诊 就是半个月 使了多少钱财 何曾眨过一下眼睛 二少奶奶这样的人 会去惦记老太太那点东西 你个浑货 说瞎话 也不怕被雷劈 是啊 李家二少奶奶可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知道是不是别人 想从二少奶奶手里 讹诈钱财 故意陷害的 我就说 这事不能信 原来是真的有人搞鬼 我听说 李家二少奶奶一次一诊 舍出去好几万两银子呢 众人你一言 我一语的议论开来 舆论顿时一边倒 缝手跪在那里 六神无助 这认吧 万一姚妈妈是讹她 岂不给自己多添一张罪名 这可比说说回扣严重多了 打死就在里头 若不认吧 看姚妈妈气势连连 把握十足的样子 又怕错过了这个机会 等了 你既不知悔改 那就这么跪着吧 于妈妈 你在这里盯着 不到三日 不许起来 姚妈妈吩咐一声 转身就走 冯婶急了 这就把她撂下了 盲喊道 我招 我招 姚妈妈定定地顿住脚步 慢慢转身 面无表情地看着冯婶 冯婶一咬牙 呼出去了 赌一把 她原本就爱赌博 要不是赌输了那么多银子 把自己养老的本都赔进去了 也不至于受大夫人窜斗 是大夫人给了奴婢十两银子 叫奴婢在外头 回二少奶奶名声 姚妈妈 奴婢也是被迫无奈呀 是大夫人威胁奴婢来着 冯婶可怜兮兮地说道 众人一片哗然 好奇着 这大夫人是谁呀 怎么这么恶毒 李家二少奶奶到底哪里得罪了她 姚妈妈暗松了一口气 争气凛然地对大家说 刚才逢婶的话 还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 为我们家二少奶奶做个见证 我们二少奶奶行得端 做得正 大善人这个名可不是虚的 没得叫这些萧小之辈 玷污了名声 人群中有人道 姚妈妈 我们都知道二少奶奶是好人 我们才不会信那些鬼话 大家伙说 是不是啊 当即众人接应贺 对 对对 姚妈妈给于妈妈几个递了眼色 于妈妈等人上前 拉起缝绳 压了她离开菜场 姚妈妈一行离去后 大家继续热烈地讨论 这位冯婶 真不是好东西 为了几个银子 就出卖家主 这种人不得好死 可不是 李家的下人们说起二少奶奶 那都是伸大拇指的 说天底下 再没有比二少奶奶更名利 更大方的主子了 唉 我听说呀 那李家大夫人是想下来的 他们李氏一族 全仗着京城里这门贵亲戚发家的 兴许呀 是见靠山要倒了 想最后啊 再讹些好处去 有道理 我看八成就是如此 许久 人群才散开 几个婆子跨着菜篮子 离开了菜市 回到了叶家 他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引导舆论 谁敢诋毁叶家表少奶奶 就加倍奉还 当然 这任务是周妈安排的 包括让房婶出去采办食材 姚妈妈及时出现 都是周妈的计划 姚妈妈并没有把人 直接带回李府 而是送到了一处庄子里 关了起来 于妈妈办完了事 心里忐忑得很 毕竟是她手底下的人 出了岔子 她一点没察觉 还是周妈来点醒她 姚妈妈 您说 二少奶奶会不会 怪罪于我 于妈妈不安地问 姚妈妈瞪她一眼 你手下的人不检点 可见你平日管束无方 二少奶奶要怪罪于你 也是应该的 于妈妈懦懦 是 是 是我疏忽了 不过 二少奶奶不是那种 斤斤计较的人 只要以后啊 别再出这种事就好 以后都给我 打起精神来做事 姚妈妈见她惶恐如斯 又安慰了她几句 话是说给于妈妈听的 可她不也犯了失察之罪吗 昨天她还嘀咕 二少奶奶怎么一点不紧张 原来一切 早已在二少奶奶的掌控之中 姚妈妈对二少奶奶的敬畏 又增添了几分 在二少奶奶手下做事 来不得半点马虎呀 得到周妈的回话 林兰满意地点点头 这一拆事办得不错 她倒要看看 于是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此事 展起暗下不表 李经义休息了两天 总算缓过神奶 趁着大哥不在的时候 悄悄地找了明泽问话 让明泽从家中变故开始说 一直说到老太太去世 明泽这孩子 在老家待过几年 李经人对明泽 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所谓三岁看到老 一个人的本性如何 从小就可以看得出来 明泽生性有些懒散 没有主见 当然 这跟韩式管得太严 管得太宽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明泽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撒谎 说到三月初 他们就给老家 送了老太太病危的消息 最迟四月上旬 就能收到了 就是那个时候 老大忽然说 要翻修老太太的住所 翻了许多日 忽然地又把活给停了 急急忙忙地赶往京城 原先李经人这是猜测 这下得到了证实 不禁对大哥心生埋怨 老太太都病危了 他们不先急着来看老太太 倒是先急着找东西 可惜 如意算盘落了空 现在 李经人是彻底认清了 大哥的嘴脸 这个不孝不义之徒 害得他见不到老太太 最后一面 留下终身遗憾 看来 老太太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要是把东西交给大哥 大哥肯定会独吞了 到时候 别人休想从他身上 拔出一根毛来 而明云媳妇 听明泽说起来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人 精明能干 大方得体 开药铺 玄壶济世 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二哥家遭难时 多亏了明云媳妇 四处奔波 老太太的病 也都是他在照顾 老太太既然把东西 交给明云媳妇 显然是信得过他 也只有他 才震得住老大 李经人又找了 祝妈妈问话 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于是他心中也有了答案 他宁可东西留在明云媳妇手里 也不要落在大哥手里 转眼到了头七 七天水路到场完毕 众司们撤出李家 按照算好的时辰 焚香明珠 上酒窑祭奠 然后大家各自回房睡觉 因为这一日是传说的回魂日 魂魄惦记着亲人 若是回来 看到亲人 就不忍心离去 会影响魂魄去投胎的 所以 所有亲人都要回避开 林南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 也必须得休息 如果他算得不错 明天将会有一场大战 他的养族精神去应付 珊儿这几日 特别乖巧 丝毫不见淘气的行为 他知道姐姐这阵子很忙 他可不敢给姐姐惹麻烦 万一惹恼了姐姐 姐姐一气之下 把他送回家就不好了 见姐姐神色疲惫 珊儿爬到床上 很贴心地说 姐姐 珊儿给您捶捶背吧 珊儿捶背捶得可舒服了 我娘最喜欢珊儿给她捶背的 看着珊儿胖乎乎的小手 林南玩耳 这小鬼头还知道心疼人呢 好吧 这几天真是累坏了 浑身酸痛 比在北地行军的时候都累 身累 心也累 让珊儿的小胖手捶几下也好 好啊 那珊儿就给姐姐捶捶 捶得舒服了 姐姐有奖励 林南翻身趴下 珊儿露露露袖子 煞有介事地 给林南捶背 便当 珊儿才不要奖励呢 只要姐姐舒服就好 只要姐姐高兴了 要什么奖励没有啊 还用得着她开口相求 珊儿瞇着笑眼 这道理 她早就懂了 林南笑了笑 这小马屁竞拍马的本事 炉火纯青 还真别说 这嫩嫩的小拳头捶起来 还真是舒服 林南惬意地闭上眼睛 珊儿卖力地敲了一阵 小手臂就酸了 可是看姐姐 似乎很舒服的样子 便咬着牙 奋力地敲 哟 珊儿少爷可真是贴心 还知道给二少奶奶捶背呀 银柳端了蜂蜜水进来 见珊儿少爷像模像样地 给二少奶奶捶背 不禁笑道 珊儿连忙嘘声 嘘 不要大声说话 姐姐快睡着了 银柳痴痴地笑 压低了嗓子说 珊儿少爷真懂事 林南根本没睡着 满脑子都是明天要应对的事 听见珊儿体贴的话 这才想起来 珊儿已经给他敲了好一会儿了 这小家伙手该酸了吧 竟然一声不吭 林南不禁心中暖暖 其实有这个弟弟也不错 珊儿是珊儿 老东西是老东西 两码事 第二天一早 林南就起来了 可有人比他更早 是叶家的管事 收了叶大旧爷一句话来 如果需要撑场子 他立马过来 叶德华也是个人精 早算的头期一过 李家大老爷就会耐不住 先前于世时的那些伎俩 试图诋毁林南的名声 差点把他的肺欺诈 叶德华最是护犊子 有人要欺负他外甥媳妇 他肯罢休 他就不信叶 若不是王氏劝着 他早发飙了 他怕林南不好意思 麻烦他这个大旧爷 所以特地派人来问一声 林南让管事回去告诉大旧爷 这事他自己能解决 多谢大旧爷好意 经过前段时间的布局 以及对三叔父的观察 林南自认为 还是有八成把握的 但是叶家若是插手 反倒让大伯父拿了画饼 果然早饭没吃完 李静义就派人来传话 说是让大家去前厅 有钥匙商议 蓝儿姐姐 珊儿也要去 珊儿揉着轻松的睡眼 积了鞋子挪到姐姐身边 林南瞧他人还迷糊着呢 就要跟着去凑热闹 便柔声道 珊儿乖 大人们谈正事呢 小孩子不能去的 珊儿仰着小脸 神色担忧 珊儿怕那个坏人 又欺负姐姐 林南玩耳一笑 捏了捏珊儿的小鼻子 现在她总算知道 明云为什么这么爱捏她的鼻子 揉她的脸 因为她自己面对珊儿的时候 就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冲动 珊儿放心 谁也欺负不了姐姐 姐姐本是大着呢 你看 林南随手拔下头上的簪子 手腕一抖 簪子如利剑 急驰而去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只听蹬的一声 众人忙四处寻找簪子 林南笑道 在格子后面呢 锦绣绕过格子 惊呼起来 啊 簪子站在大衣柜上了 当初在书楼 二少奶奶随手一甩 就把毒蛇定在柱子上 而且定的 恰好是蛇的七寸 这功夫 银刘等人是见识过的 但这一回 二少奶奶好似漫不及 惊心地一甩 三次竟是穿过了 石井格子 镂空雕花的细微间隙 稳稳地扎在了 距离格子四米开外的 柜门上 这一手 再次把大家 惊得目瞪口呆 山儿愣了好一会儿 已是睡意全无 三分惊讶 七分崇拜地嚷嚷道 蓝二姐姐 您太厉害了 上回山儿看赵大哥射箭 他自称百发百中 结果十件 只九件中了红心 姐姐 您比赵大哥厉害多了 林兰善善 刚才他也是一时玩心气 在山儿面前显摆显摆 省得这小家伙 又跟上次一样 偷跑了过去 林兰干咳了两声 山儿 你赵大哥能中九枝红心 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山儿还是觉得 姐姐您比较厉害 不行 山儿也要学这本事 姐姐 山儿要扮您做师父 山儿兴奋不已 虽然娘常吹嘘 爹如何如何厉害 反正他也没见过 蓝二姐姐露的这一手 却是叫他震撼极了 行 如果山儿听话 姐姐就教你 林兰许诺道 山儿小胖团 是该锻炼锻炼身体 好好减肥了 山儿一听姐姐肯教他 哪里还会不应成的 当即用力点头 嗯 山儿保证听姐姐的话 姐姐叫山儿往东 山儿绝不往西 搞定了山儿 林兰和周妈相识一笑 心照布宣点点头 这一次 林兰带了银柳和赵卓一同去前厅 前厅里 李经义神色严肃地坐在主位上 于是也是一副端肃的神情 坐在右下手第一位 李明泽和李明珠 老老实实地站在这儿伺候 因为大伯父没让坐下 而三叔父李靖人 和两位堂兄还没到 林兰从容地走了进去 给大伯父和大伯母施了一礼 婉声道 不知大伯父召集大家 要一盒事 李经义这会儿注意的 是明兰媳妇身后那个铁塔似的壮汉 大眼浓眉 眸光中一股凛人的肃杀之意 让他的心不自觉地颤了颤 不过他很快稳住心神 这大汉再凶悍 也是个下人 难道还敢对他动手 上次那个小鬼头的亏 他是没办法计较 也不敢计较 谁知道那小鬼头 竟有这么厉害的背景 就算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定下心来 李经义恢复了冷傲的神情 目光淡淡地飘在林兰头顶 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 不嫌不淡倒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林兰嘴角微扬 起身走到于是下手 是诗然地坐下 还对李明泽道 大哥和明珠怎么站着 快坐下吧 李经义脸沉了下来 不悦地冷哼一声 却是没有开口训斥 反正三弟还没来 况且今天要办的是大事 不必为了这点小结 跟明允媳妇闹起来 李明泽看了看大伯父的脸色 再看弟妹若无其事 满不在乎的样子 便也走到右边 第二张椅子上坐下 大哥都坐了 明珠自然也不会站着 与林兰隔了一个位置 也坐了下来 目光一直低垂着 不与林兰交集 李经义的脸更黑了 于是给他使眼色 示意他稍安勿躁 不一会儿 李经人在两个儿子的 搀扶下进来 李经人随意地 跟大哥大嫂打了个招呼 林兰等晚被起身实力 都坐吧 李经人的声音还是沙哑 这阵子哭得太多了 李经一心中不悦 三弟跟他们这么客气干嘛 祝妈妈和翠之春信随后也到了 林兰让祝妈妈坐 祝妈妈哪里肯坐 她是奴 这一屋子的都是主 岂不是乱了规矩 李经人道 祝妈妈 您伺候老太太这么多年 也算是咱们李家的功臣 坐也无妨 祝妈妈这才肯坐下 翠之和春信站在他身后 李经一目光威严地 扫了一圈 慢声道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李经人不合时宜地咳了几声 李经一忍耐地 看了三弟一眼 李经人低了低头 他有肺牢 这咳嗽 可不是由自己控制的 老太太的头期已过 我想等三期过后 就扶林回乡 上次 我已经跟明泽 和明远媳妇商议过 咱们得给老太太 风光大葬 现在咱们就来议 这丧葬所需费用 李经一等 林南已然明了 大伯父的策略 先提丧葬费 然后再引出遗产仪式 便耐心地听着 李经人咳了两声 道 这个是应该的 大哥有什么想法 只管明说 只要是为老太太好的 我无不应称 李经一这才痛快了些 三弟配合的 还是挺好的 李明泽今日过来之时 若言再三嘱咐 一切按弟妹的意思行事 所以轻易他不开口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